其實我們里內非常多的一些 可能一些建案或者一些居民 都受到保護區或者是所謂國安的問題的影響 所以通常據我所知 這個高度在軍情局的立場是不太能接受的 因為他們是不能接受這樣的高度 在軍情局一定範圍內 那我不知道這些是不是都有綜合的考量 因為我也必須直說 在我們里向理想工作的位置 如果很多標準或原則不一的話 對我們來說要跟里民溝通是會非常困難的 那第二點就是其實惠濟宮確實是我們里向里民 很多里民每天都會去的一個地方 那現在前面也有人提過就是 他已經有無障礙坡道 另外當然山的另外一面 確實如果要考量上山的方便性 是不是也能考量電幅梯的可能性 因為無障礙坡道是有的 而上去其實確實是可以推輪你上去 只是他可能在山的另一邊 不在惠濟宮的這一面 那如果真的是考量說要在惠濟宮這一面 還要有一個上山方便 那是否一定要是電梯 我們其實因為沒有判到多方面的綜合比較 其實在里長的位置也非常難直接跟里民說 因為今天我下午還來之前還在問里民 也就是說年紀大了是需要有更 可能更方便的上去的方法 可是他們的說法就是 那下面的寶呢 就是說他們也知道其實下面有很多古蹟 然後他們的原因就是 那下面的寶怎麼辦 就是這一個也都沒有太有條件 跟我們里長的軍民說明 這個電梯到底會不會影響這個古蹟 那最後一點就是 其實我自己因為在巴西工作過 我知道巴西有一個非常有名的電梯 其實在東北的薩爾瓦多城 它是一個非常高79公尺 連接上層跟下層的電梯 那後來他們其實衍生出來的一個問題 當然它是一個有名的觀光景點 但同時它衍生出來的一個問題是 晚上的治安 因為我們里長其實是一個風景好的地方 那之山沿周圍 直到晚上是人也比較稀少的地方 那我並不知道這個電梯它前後的管制是什麼 因為以我自己心生在巴西的例子 它的那個電梯就是79層 79米 所以它上下都是要管制的 其實有點像是刷游泳卡可以進去 那上下管制有的時候是會有人躲在那個電梯中間 那抱歉我知道這是文化局的這個會 可是作為一個里長 我覺得這些包括周圍的治安啊 或者是這些我都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所以這主要是我提的幾點 謝謝 謝謝 最後一位李未圖的議員 感謝各位老師 那因為今天我 我為什麼我會擔任 會軍工程師參與聯合的諮詢長 因為我是經過所有士林聯合的那個議員跟聶寶學 他們共推出來擔任諮詢長 所以要必須跟老師報到 那第二點呢 我也希望里長能夠了解 我們這個考古是有經過我們成功大學 考古研究所長 人所長 需要做那個基地的基地 我們說是那個這個電梯的基地 它的那個考古 而且考古也是經過非常久的時間 它認為說這個地方是沒有影響到資産與彼此 特別影響到資産與彼此 況且這個電梯的遺址 它是基地的遺址 也許是公園處 早就在那邊已經蓋了涼鐵 那個涼鐵後來經過地震以後 它整個規定非常危險的 如果說這個有影響到考古 也有影響到遺址的問題的話 那我相信我們很多考古專家 他們到了現場 他們也是要慢慢的挖慢慢的看 是 並不影響 再來第三點 我們這個有召開貢監會 那貢監會剛剛我們也要跟 剛剛我們最後一位里長 我們這個里長我要跟他報告一下 他是程序的已經接受王世安王里長 那一天王世安王里長我們這邊里長的貢監會的出席 所有的出席的人王世安里長他也有出席 並不說代表說所有通通都不知道 再來如果說你做賤戶機的話 這個賤戶機他整個可能會影響到整個 考古的問題 整個考古的問題 為什麼要重做 因為那個賤戶機他要做很多的支付 這支付會去破壞股市場 所以會破壞資產螢幕 我們都不肯確定 那在此 我就是拜託各位委員 我們是忽略我們很多 這是我們四處前途道立會 道立很遠去 很多的一些身體多方便的人 一些老人 從來沒有看過 我們製災演技 他整個裡面的補期 因為他是臺灣史上很重要的一部理事 那我希望是可以當這些群農多方便的人 或是外國的觀光客 很多日本的觀光客 這裡面有發生過日本的老師 在進去時代 就是跟臺灣人 就是有一個有六個老師在那裡 就被殺的事情 那整個很多那個日本人 還有歐北的國家 來到臺灣 有人甚至他都跑不上去 他跑不上去要怎麼辦 那他也不能把很多人家這樣 就是把它編了上去 那所以我們蓋這個 我們是希望 謝謝 謝謝議員 希望你們能夠去同意 我們當然我們會覺得 我們也會改善很多 因為我們照相多工一位 全市民得多 到目前 真的都沒有可能 跟主席還有委員報告 整體的流程 因為他在106年 剛剛已經講過有半個公平會 所以這個程序上 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其實他確實有委託劉一昌老師 在105年的時候就做了視覺計劃 他那個發掘的報告書 也有經過那個88次的同意 那個文資會的同意 那他當時挖的就是 針對這個電梯車廂的深度還有寬度 做深度258寬度858 他建方的一個挖掘 那視覺報告也有同過 再過來他的 後續我們也有召開那個專案小組的會議 那在座幾位委員有參加 都給他一些做電梯設計上的建議 那時候也是提到 那將來要參照相關的意見 包括當時也有提到 對我大席任免那個電梯的方式來幹 那高度上跟那個設則上要做配合的設計 那另外如果 老師可能還是要回到今天審這個案子 是34條 他是移居34條 就是他到底有沒有遮憋同期 那其他剛才講的遺址 其實在88次會議沒有審過 那可能要回到這個 那日後管理維護的方式 就是在日後的那個會計公司管理的無計畫裡面在駐 他另外去送那個管理的無計畫 讓電梯的建造的申請 達到那個部分 他另外到監管區去案程去申請 那我們今天大概只能處理到34條 就是他對外貿對無計是有遮蔽的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我們還是回到這個案子的審議看看 購物園針對當台的 這個報告的內容 大家有沒有什麼明顯 有沒有看 上次是台資權會議 資權會議 這個資權會議 今天這個第一次看 他上次看不完 但是結構的提案 我們來再理清一下 第一個 當然什麼是34條 但是我們講的 這個上次有提案 這個基坑是在位置 不只是這個位置 還有橋 橋在山頂上 山頂上的位置 到底應該是誰的土地 應該知道 那如果是在定如土地範圍 就定如土地的審議方式 如果不是 那就存34條 先把它理清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 剛剛考古可能通過了 但不管怎麼樣這個報告 還是要符上去 給你們看一下 因為我也沒看過那個 上次那個考古報告 都說通過通過 但是到底怎麼樣很清楚 這個還是符上去 那第三個 這個案子好像 應該這邊有附 就是100 我們之前也在道路 真果34條的要求 這個都市計畫 在108年9月19號 106年9月19號 有個草案規定 有個都市計畫管制規定 那它要求 應該經過台北市都市設計 審議會 開發 所以直接送 我們恰當 我們會追34條的走勢 或是要通用到38條的解釋 那這兩個 我覺得 反正要 應該可能一起開會比較恰當 然後這個 因為這邊如果通過了 這邊不通過 別人習慣 這邊通過了 這邊不通過 別人習慣 所以我的建議的最好是連審 就是因為這涉及到 不好意思 沒有問過 現在沒有連審 我們問問之取 現在目前為止 不贊成連審之理 那我們開過很多的主事 已經開過了最大的案子 繼續才大的案子 我們一般的人 現在不行 我們才會 那他不可以連審 這個是自己審 這個反正也不涉及到文字局解釋 他說沒有辦法投票 這樣沒有辦法適應他那三分之二的投票為例 但是這個主得通過 通過不通過就涉及到很麻煩的問題 有通過沒通過 還是多通過不通過 這個我不曉得 反正這是有沒有這個沒意見 但是我覺得那邊還有的討論 那所以呢 那再來呢 當然就是就今天的徒命 因為那些結構的 其實算是沒有審 沒有維持遺憾 提了三個方案 零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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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 因為你就提一個方案 大家看看可以嗎 就這樣 那不管怎樣呢 有很多的細節 不是開大禮會這樣來看 應該有事前的審查 才會 遺了一些電腦會清 可不可行等等這些事情 另外 可能障礙這個事情 反正也不是 就是如果不是在定住 是廢棄工的再利用必要設施 就不是這樣的名義來著 是興建物理的真思條 這個事情 但是之前 聽剛剛講 但之前也在了解 就是周邊已經有一條 有一條坡道可以上 那是不是有在必要設施這個事情 這個就是一個選擇的問題 我覺得可能還就已經有 為什麼還在真設這個事情 那這裡面就涉及到 剛剛的幾個講法 就是 就這個電腦導演 電腦導演 電腦導演 進出的可能性怎麼樣 那 那個 上次 剛剛 剛剛那個 部局長也有 就是 那個大西的那個 也涉及到 就是 太熱 天氣太熱 當初會 會發現的是這個事件 那這個事情 在這上面怎麼處理 也不曉得 也不曉得 這個事件到底處理 也不曉得 也不曉得 這都在上次的質詢問裡面 大家都覺得 到底解決到怎麼樣 不是那麼清楚 不清楚 就很難審 大家這樣 謝謝 謝謝 請問問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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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在禮址的體積上面 如果它周邊所有的開挖都不好 所以可能要按摩時是重要性的 第二個 如果要看到那麼高的話 如果要講話 其實能做個兩年之八 我覺得這樣的結構是有問題 所以可能那個 結構分析的項目還需要 學你加上的這個電子號碼 也在往下面幾次 或是在你加上的 第二點 好 謝謝 其他委員會有問題 我想 這樣一個案子 我想大家很關注 我想就地的居民 也有從環境警官融化保留 保育跟可及性多方的討論 因為之前我沒有直接撐下這個討論 我也沒有撐下公民規 我不太確定就是說 之前的這個三度空間模擬 是不是在公共的場地裡面 那你就可以看到 那我主要講就是說 其實剛剛那個簡報裡面 這幾張模擬圖 基本上這個整理面 跟這個旁邊的波度 所以看起來都蠻驚人 那我在想說 台北市民的資產演員 的確是一個非常吸引的 資格環境警官 那也為周邊的 甚至整個市民非常喜歡去探索 那這是他的重要性 那我想會計師也是因為 在日本拜資產演員之死 它會坐落在上面 有點像我們看這個 大陸上有很多古煞 事實上是坐落在山口上 那今天這樣子一個 高二三十里的一個電梯 放我模擬以後 它變成一個 整個資產演員區的一個主體 甚至它的空間視覺和狀態 還凌駕於飛機室之上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相當不妥 所以我想 因為今天社會 還是在文化資產省議的角度 那我是覺得 我先不談它使用的便利性 跟安全性 我覺得 光看到這樣的一個 立面跟斷面 我覺得這個 其實有點反客為主 我們為了 要去資產演員上面 看這個飛機構 然後蓋了一個 更高的一個便梯塔 這個我覺得其實 非常有正義的理想 請教委員 剛剛有提到說 有辦了公聽會 那我看了剛剛簡報資料 五十八月這裡面 有三位里長的出席 各位我先簡單翻一下 五八五九 簡單看就看得出來 這個當然 像剛剛那個資三里的里長 王資安里長講的蠻多 其實都不見得是很知識的 其他兩位也差不多 那王資安里長 剛剛有來的那個接 後面來的剛剛報告就是接這個里長 所以如果我們就當地的人的觀點 就是因為里長有蠻高的代表性 他對社區性的關係 總的其實看起來 他並不是說非常明確 就一定要強力支持 他們覺得說 甚至都有提到說 高度調整 位置調整 甚至影響景觀 都有提到 因為這個是他們的意見 但是針對我們文哲委員來看 就是說剛剛學友的這個模擬 可是你看如果我們站在蕙濟宮去看 那個 那個電梯上面你還是要出來 其實那個可能就不是 我們看到圖像一點點的高度 然後另外我們看那個 資三連蕙濟宮的這個整個 蕙濟宮不是只看那個廟 因為周邊我們會從廟的下面看上去 但是我不太相信看這個模擬圖是怎樣 那個很顯然 各位如果我們直接瞭到 我們看直接線出來三十三列那個 其實就是感覺就是說 他可能不是說像三十料都是遮蔽 但是即使已經是非常明顯 就是非常突兀 而且等於把這整個的那個 那一個從下面看上去的那個邊際線 或是從上面看下來做一個 其實一個非常大的量子 遮蔽是指比較面積大的 但是它是變成一個很高 而且不是很小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對這個衝擊很大 所以我的看法是這個應該 不管是從文字 或者是它往後的要怎麼見之類 我覺得應該要更慎慎的一個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其他問題還沒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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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所以你剛才來看 確實也都是反對的多 那但是因為今天真的是文字的審議 當然委員也有憂慮就是說 那文字如果說今天是正面的這個表示的話 那未來都審也好 或是都市設計相關的這些程序 如果不過也怎麼辦 這一點我要釐清 就是後續不過就是不過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是正面 大家既然不知道今天大家的決定 這是我要釐清 就是說既然不能夠聯審 那它就只能夠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那我們今天看的當然就是說 還是以三次條 雖然剛才李文在的強調 就是要先釐清 它是不是在定著的 定著物的範圍內 我來講 以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如果說 按照剛才無法提議 定番假的 它還是以這地為主要的討論 來看的話 那這些部分 可能都是我們大家說明的一些程序 那管理維護是後續跟今天 大家可以做要求跟期待 那後續要怎麼申請 我剛才已經試過 他要申請就有機會 但申請的不盡然會過 不過也不是問責任 我想我們主要還是釐清 剛才講的這些部分 那但是就是說 是不是定著物的範圍 這個要不要再說一下